他被称为僵尸片的鼻祖 一个人扛起香港僵尸片的半壁江山 他就是林正英 很多人都因僵尸先生认识他 殊不知 他在成为僵尸道长之前 曾学习过京剧 做过武术指导 林正英由于家境贫穷早早就出来闯社会 父母为了让他有一技之长 让他拜著名京剧大师粉菊花为师 林正英在京剧方面颇有成就 如果不是京剧的没落 林正英估计会成为一代京剧大师 在朋友的介绍下 林正英踏足演艺圈 刚开始从事最苦最累的工作龙虎舞师 还为女演员做过替身 在机缘巧合之下认识李小龙 两人不打不相识 之后更成为李小龙的得力助手 当时还流传这样一句话 如果武术指导不是林正英 林正英不愿开机拍摄 在李小龙的赏识下 林正英的事业逐渐进入正轨 可上天给他开了个玩笑 1973年 李小龙离世 林正英犹如失去了灵魂一般 工作人生都失去了方向 那段时间 林正英沉迷买最无心事业 可上天总是会眷顾有天分之人 他的第二个贵人洪金宝出现了 林正英成为洪家班议员 在洪金宝的提携下 1982年 林正英在电影《败家载》中 饰演永春泉宗师梁二弟 看过该电影的人都知道 梁二弟这个角色就是为林正英而生 在他的一朝一世之下 永春泉展示的意义生辉 该电影还被很多永春泉爱好者 称为最真实的永春电影 林正英不仅在影片饰演角色 还担任该电影的武术指导 靠着该部影片获得香港金像奖 最佳动作指导奖 第二年 在电影《奇谋妙纪舞》 复兴再次夺下香港金像奖 最佳动作指导奖 靠着一次次的奖项 他也成为全香港最出色 名声最响亮的武术指导之一 之后更是搭档洪金宝主演 林幻僵尸片《鬼打鬼》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该电影才是香港林幻电影的开端 虽然出演作品无数 依然寂寂无名 真正让林正英走红的 便是文明大将南北的僵尸先生 凭借该部影片获得金像奖 最佳男配角提名 当时很多人都以为他是主角 其实不然 在剧中他饰演茅山道长 身穿道士服 手握桃木剑 胶材七星布 该影片一上映就狂收2000多万票房 也掀起拍摄僵尸片的浪潮 据说在僵尸先生开拍前 林正英亲自拜访茅山道士 向他们请求茅山道术 同时林正英还观摩 学习学们的知识与理论 也正因为他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 才让观众看得如痴如醉 踏钢 念皱 画负着些捕捉僵尸的动作一气呵成 毫无违和感 当时很多人都说林正英的茅山道术 都要比正规的道士还要专业 时至今日 很多人都以为林正英是真正的茅山道士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香港人都比较迷信 和林正英合作过的演员都知道 他在拍摄电影的时候非常讲究 在拍摄林焕电影的时候 演员的挑选 拍摄的时间 他都非常注重 还会专门找到大师算一下几日 开机当天 举办仪式 他还会给在场的人员人手一个红包 为了轰扑恐怖气氛 时常需要在阴森的地方拍摄 经过大师测试后 他还会放一些猪头之类的东西 在林正英看来 这种极具仪式感的东西必不可少 最为重要的一点便是 拍摄完成后 导演必须大声喊咔 很多演员在拍摄过程中对角色非常投入 林正英害怕演员深陷角色不能自拔 导演一声咔将演员从角色中拉回现实 影片中的利用屏住呼吸躲避僵尸 僵尸伸手跳跃 红绳糯米制服僵尸等桥段 后来也被僵尸片沿用至今 僵尸先生的成功也让林正英找到事业定位 自僵尸先生之后涌现出不少这类型的影片 可该影片的经典依然无法超越 剧中九叔也成为了林正英的代名词 很多人都说林正英的僵尸片好看 看过林正英的僵尸片都会发现 他将功夫 恐怖 喜剧 悬疑给予一身 不像现在的恐怖片 都是靠音乐烘托气氛 新僵尸先生中最为经典的莫过于当年的红白双煞 该场景一度成为不少伙伴的童年阴影 诡异的场景和恰到好处的背景音乐 结合视觉和听觉 让人不禁汗毛竖起 该片段时至今日依然无法超越 自此之后 林正英也在僵尸道长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如果问林正英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 估计就是没有拍摄过文艺爱情片 一生45年 15年都与僵尸打交道 很多公司看到僵尸片带来的红利 争先恐后拍摄 也让观众产生了审美疲劳 林正英的道长之路也逐渐走下滑坡 沉寂一段时间之后 林正英再次重回观众事业 和彦琼丹合作拍摄电视剧《僵尸道长》 该电视剧不仅让亚视获得收视率 还让林正英的事业起死回生 最让林正英开心的不仅事业有成 还和怨琼丹成为了男女朋友 很多人听到怨琼丹可能会陌生 但如果说十六姐 你是否就印象深刻呢 林正英不仅戏内不苟言笑 戏外也是如此 据说是怨琼丹主动追求她的 在戏中还会故意和林正英制造矛盾 让她注意到自己 下班后还会跟林正英搭讪 在怨琼丹的猛追猛打下 直男林正英彻底沦陷 在怨琼丹之前林正英曾有过一段婚姻 与前妻玉有一对儿女 可婚后第五年便离婚 林正英本以为自己遇到了真爱 不曾想 此时她被查出患有肝癌晚期 由于工作压力过大 再加上林正英平时喜爱喝酒 才导致该病的发生 林正英深知自己活不长 为了不拖累女友 故意出轨被她发现 两人遗憾分手 1997年11月8日 林正英在香港九龙盛德雷萨医院与世长辞 想年45岁 当时还流传一个说法 说拍鬼片的人活不过50岁 事实究竟如何 我们不得而知 但官方公布的便是林正英死于肝癌晚期 酒书虽说已经不在江湖多年 可江湖依然有她的传说 每当说起江湿片 观众都会忍不住想起林正英 可想而知 她不仅是一名演员 更是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 大家对此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